卡比,你看 我帮你准备了好吃的爆米花哦 哇,可不要这样吃哦 可真的好好吃耶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来听 哈利波特寺火杯的考验吧 黑魔标记事件发生后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 为斯里先生和派西 都很少回家 就算他们回家了 他们也都是赶在全家人 都还没有起床前 又一大早匆匆忙忙的出门了 在大家要返回霍格华兹上课前的周日晚上 派西摆出了一副了不起的样子 告诉他们说 哦,我跟你们说啊 布里完全是乱成了一团 我整个礼拜都帮忙着在灭火 因为不断有人送刨销信过来 你们也知道 要是不马上打开刨销信的话 它就会立刻爆炸 我的办公室到处都是烧焦的痕迹 哦,我最好的一只羽毛笔也被烧成了焦炭呢 而金尼正坐在客厅炉火前的地毯上 忙着用神奇胶带修补他的 《一千种神奇药草与训练》这本书 他听了问道说 哎,他们为什么要寄刨销信呢 而派西解释道 哦,那是因为 对我们在世界杯球赛的防护措施提出抱怨呢 他们要叫我们赔偿 在暴动中毁损的物品 蒙当格还要求我们赔偿一座 富有全套按摩泡沐浴设备的十二房帐篷呢 但我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 因为我知道他原先睡的帐篷 事实上只是随便拿件斗篷罩在树枝上 臭合臭合用的破烂玩意儿啊 而这时 为斯里太太朝角落的老爷钟瞄了一眼 哈蒂很喜欢这座钟 你若只是想要看时间的话 这座钟可说是毫无用处 但它却可以为你提供许多丰富的讯息 这座钟上面总共有九根金色的指针 上面分别刻着 为斯里家中每一位成员的名字 钟面周围并没有数字 只有一些关于每位家人 目前所在位置的说明文字 像是上面可以看到 家、学校、工作等一般的地点 但同时也包括了迷路、医院、监狱等特殊状况 而在平常钟表十二点的位置 则写着生命危险 目前有八根指针全都指向家这个位置 但为斯里先生那根最长的指针却依然指向工作 为斯里太太看了之后叹了一口气 哎,他实在工作得太辛苦了 他要是再不赶快回来的话 他的晚餐又要浪费了 而派西则帮忙解释说 嗯,我想吧 一定是认为他必须要在球赛时 所犯的错误而作先弥补吧 说实话 他没先跟他部门的主管讨论清楚 就贸然的公开发表声明 这种做法实在是不太聪明啊 听到派西这么说 威斯里太太大发雷霆的说道 就为了那个叫利他时机的卑鄙女人 写了一篇无聊的东西 你竟然就责怪自己的父亲啊 而正在跟荣恩下棋的比尔也搭枪说 对啊,就算爸什么也没说 那个老巫婆也照样会大肆批评的 魔法部竟然会无人出面发表任何声明 实在是可耻至极 因为利他时机从来就不会写任何的好话 对了,你们还记不记得 他上次有一次访问古林格所有的节奏师 结果啊,却说我是一无是处的长法白痴耶 这个时候,屋外正下着滂沱大雨 雨水猛烈的拍打着房子的窗户 妙地正买手研读她的标准咒语第四集 这是威斯里太太到斜角巷 为她和哈利荣恩买来的新课本 而查理正忙着缝补一顶防火的羊毛保暖头巾 哈利则小心地为她的火闪电上游保养 弗雷和乔治两人折窝在远方的角落 手里握着羽毛笔 弯腰写着一张羊皮纸 正叽叽咕咕的低声交谈 威斯里太太紧盯着双胞胎说道 你们啊,又在搞什么鬼 而弗雷含混地答道 哦,没有啦,我们在写功课啊 别说笑话了,你们还在放假耶 你们该不会是刚拟好一份新的订货单吧 打算要重新开始进行你们的卫士巫师法宝是吗 而弗雷这时抬头望着他 露出了一脸受伤的表情说 哦,妈,要是霍格华斯特快车明天出车祸的话 我和乔治死掉了 而你跟我们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竟然是平白无故地诬赖我们犯错 你这样好吗 听到这里,大家全都放声大笑 连卫斯里太太也不例外 突然,卫斯里太太抬头望着老爷钟说道 哦,你们的父亲回来了 老爷钟上,卫斯里先生的指针 突然从工作转到了旅行中 一秒之后,他又一阵抖动 跟其他的指针一同停到家的位置 接着,他们就听到从厨房传来他的喊叫声 莫迪,我回来了 哦,我就来了,亚瑟 卫斯里太太喊道,急忙地走出房间 过了一会儿,卫斯里先生就端着晚餐 踏入了温暖的客厅 他看起来真的是累坏了 只见卫斯里先生坐到炉火边的扶手椅上 不太感兴趣地拨弄他那道晚餐 开口对卫斯里太太说道 哎,这次真的是碰到大麻烦了 利他时机,这整个礼拜都虎视眈眈的搜查资料 想要找到魔法部更多的失误 好让他拿来大肆报导一番 现在,他已经发现可怜的老薄莎失踪了 所以,这个消息明天就会登上预言家日报 哎,我早在几百年前就告诉过贝曼啦 叫他赶快去派人把他给找回来嘛 对啊对啊,科罗奇先生也已经跟他说了好几个礼拜了 派西立刻接着说道 哎,科罗奇先生已经够幸运的了 没让利他使机发现渣渣的事 他的家庭小精灵手里握着黑魔标记 召唤出来的魔杖 这个消息只要一曝光 保管啊,会在预言家日报登上头版一个礼拜呢 好了好了 你们让你们的爸爸休息一下吧 我看你们大家全都上楼去 检查检查你们的行李是不是全部都整理好了 快去吧,大家都上楼去吧 于是哈利收拾好他的飞贴哨帚工具箱 再把他的火闪电扛到了肩膀上 跟着荣恩一起回到了楼上 这时窗外的雨声在楼顶上听起来比客厅的更加响亮 雨声伴随着咻咻狂吹的凄厉风声 让人的心情就像这糟糕的天气一样啊 当哈利和荣恩一走进房间 珠水服就开始滋滋扎扎的在笼子里飞着打转 而且他看到正在打包的行李箱 似乎让他兴奋的快要发狂了 荣恩赶紧丢给哈利一包东西 诶哈利给他吃一点猫头鹰饲料吧 这大概可以让他暂时闭上嘴巴 于是哈利透过栏杆缝隙 往鸟笼里塞了一点猫头鹰饲料 然后回过头来望着他的行李箱 黑莓的鸟笼就搁在箱子旁边 里面仍然是空的 哈利望着黑莓空空的鸟笼说 唉 已经一个多礼拜了 诶 荣恩 你觉得天狼星会不会被抓啦 哎呦 不会啦 预言家日报又没有报道这个消息 魔法部要是真的逮捕了像他这样的重量级人物 他们一定会想要让大家全都知道的嘛 不是吗 唉 这么说也没错啦 诶 哈利你看 这是我妈在斜脚像帮你买的东西 而且她还帮你从地下金库提领了些金币出来 呃 还有她把你的袜子也全都洗干净咯 然后荣恩把一堆包裹堆到了哈利的行军床上 再往旁边扔了一个钱包和一大堆袜子 哈利开始猜威斯里太太替她买来的东西 除了米兰达 郭希克的标准咒语第四集 另外还有几支新的羽毛笔 一打羊皮纸卷 并替她的魔药学药材箱补了一些货 像是她的丝纸鱼刺和颠倒茄金油都快要用完了 在哈利忙着把内衣裤塞进她的大府的时候 她的背后传来了荣恩一声充满嫌恶的吼叫声 哦 怎么会有这种鬼东西啊 只见荣恩手里抓着某样东西 哈利觉得那好像是一件茶色的天鹅绒长洋装 她的领子和袖口都镶着一圈样式相同 看起来有点而发霉的蕾丝花边 而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接着威斯里太太就抱着一堆洗得香喷喷的 干净霍格华姿常跑走进来了 来 把这些收好 打包的时候要注意点 不要把衣服给压皱咯 妈 你把我的衣服给弄混了啦 你给了我一件金泥的洋装 然后荣恩把那一件衣服递到了 所谓斯里太太的面前 我怎么会弄错呢 那本来就是要给你的啊 是你的礼袍嘛 什么?礼袍? 对 那是一件礼袍 你学校的单词上说 你们今年必须准备一件礼袍 就是 就是在正式场合要穿的长袍啦 妈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才不要穿那种鬼东西呢 荣恩 全世界的巫师都在穿 这种衣服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嘛 你父亲自己就有一件啊 那是在参加正式宴会的时候穿的 不不不 我宁愿脱光光 我也不要穿上那件鬼东西 别说傻话了 你的单词上写得清清楚楚 你必须要准备一件礼袍 我也替哈利买了一件啊 哈利 你拿出来给他看 于是 哈利带着三分惊恐的 拆开行军床上最后一个包裹 他看起来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糕 他的底袍上并没有任何的蕾丝花边 事实上 他看起来就跟其他学校的 长袍制服差不多 唯一的差别就是他并不是黑色的 而是九瓶绿 哈利 我觉得这件很适合你哦 它可以衬托出你那眼睛的颜色 亲爱的 然后荣恩望着哈利的长袍 生气的说道 好啊 那件事不错 那为什么我没有跟哈利一样啊 只见魏斯蒂太太红着脸说道 哎 因为 因为你的我必须 去上二手店去买嘛 那里实在没有多少选择 抱歉 听到这里哈利不好意思的别过头去 因为哈利非常乐意把他在古林格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与魏斯蒂一家人共同分享 但哈利知道他们连一分钱也不会拿的 然后荣恩顽固的表示说 哼 我死都不要穿那种鬼东西 绝对不要 很好 那你就光着身子好了 哈利 别忘了帮我替他拍张照片 天知道我有多需要好好的大笑一番呢 然后魏斯蒂太太走出房间 蹦的一声摔上了房门 他们背后响起了一阵唧哩咕噜的怪声 珠水符被一大块过大的猫头鹰饲料给噎到了啦 然后又听见荣恩狂怒的说 为什么我的东西全都是破烂玩意儿啊 好了 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 霍格华兹就要开学咯 哈利以及荣恩庙地就要搭乘霍格华兹特快车去上学了 他们会在上面发生什么事情呢 敬请期待第十一章 登上霍格华兹特快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